台东县政府争取前瞻计划2700万元 推动台东市滨海绿狼营造计划 以海滨公园连结整合国际地标 永泉公园并延伸到四维路 预计在年底前完工 县长饶庆林十分关心工程进度 特别前往工区听取简报 海滨地段过去不少土地遭长期占用 在台东县政府近年大力整顿下 也将这里从杂乱的地带 成功翻转成为开阔舒适的油气新景点